台南保安路這間百年油條 鐵捲門拉下 門口寫了停止營業 最近不少上門的老饕 覺得很震驚 而這間百年油條 過去很知名的鹹州 火鍋和蝦仁飯的店家 都有合作 現在說不做就不做理由是 我解決後髮 現在它不能賺到 不能看這種多東西 這間油條店 已經三代傳承 先前有美食家 到店內拍攝訪問老闆 我懶負拍自己人 一邊旋轉一邊放進油鍋內 捲成麻花撞了油條 受熱均勻 口感特別軟Q 純手工製作 累積三大的手藝 油條店老闆 曾經想要收個學徒 現在老闆積極復健 希望受傷的脊椎 能夠好起來 最少要休養半年 之後有沒有可能 東山再起 也很難說 拜年油條的好滋味 如果找不到人 傳承 對老頭來說 實在是一大損失 三連熊網上有何陣風 台南報導